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今天的明星鍵盘首就是天團來了 歡迎這群人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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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300萬了沒 還沒 不是很重要的日子要到了嗎 對啊 這出道多久 算出道嗎 九年 九年 九年希望可以再破300萬對不對 對 因為聽說後台的數據 有非常多只看影片不訂閱的人 沒錯 你們如果在乎訂閱 以後群人的朋友就封鎖你們 太緊張了吧 對 沒有 先不要先不要 那關關說的 他講 你們看我又先按一下 40萬了嗎 對 40萬了 好累 現在人真的好難做 真的 好 今天在聊天之前呢 我們先把頭上的東西帶起來再聊 什麼 要先帶 對 先把這個 這個是什麼 魔鬼氈把它帶起來 這可以帶 對 因為等一下每個人 好像是會有一個任意 我剛剛以為這個是綁麥的 妳知道嗎 No 我也以為是綁麥的 我剛剛看你家工作人員說 不好意思這個要 這被拿回去 比較刺的在裡面 比較刺的在裡面 刺的在裡面 對 不舒服在裡面 除非你想去角質好嗎 不要刺的在裡面 比較刺的在裡面 比較刺的要在裡面 就是要去角質的狀態 對嗎 是啊 我每天做吧 把它帶起來之後呢 我們等一下就是好好聊天的一整集 我們今天就是深度專訪 這樣我九招肌肉發作耶 可是 你可以把頭髮拿出來 頭髮扣瀏還可以嗎 可是木星這樣不行 我就扣一個舒服的位置 沒塞啦 不是 你把頭髮拿出來啦 你這樣留額頭這塊就好了 什麼意思 這樣這樣這樣 沒有 你是整個人戴錯了展睿 對 沒有人 沒有人在開眼睛 他已經可以在關落鷹了 我們已經花了一點時間 在帶這個了 好 好 有劉海 等一下在聊天之前呢 我們一人先抽一個牌子 那上面的牌子 我們就是學一些老眾節目 就是不能做到上面的任務 好 不能做到上面的任務 只要他一做到了 你就會被貼一個蠢 例如不能講你我他之類的 或者是不能起立 或者是不能說這群人 或者是之類 可是我們就要互相陷害 好 然後如果說今天最輸的人 最後一個人 就是要走那個按摩步道 要把錢脫掉 簡單 對 我最近腳地板有點想按摩 他要戴上這個 就是關於衛衛的頭套 你們的 你越驚越驚了 最輸的人要戴上這個 然後走我們的按摩步道 好 你們做得比我們好 對不對 不要看我們的美術 早上就進來太便了 但這個會直接看不見 沒有辦法看到更遠 沒有辦法看到更遠 好 在聊天之前我們就先抽 好 抽完之後就貼頭上 直接貼是 可是我這樣會不會看到 能看我這樣是正面嗎 這樣這樣 不能看是不是 對 摸到就直接往上貼 好好奇喔 難怪要把電視牆遮住 值得 我剛剛一直很想說對不起 那個美術的 結果是不能看的 可是等一下會看到網友留言 然後我看得到別人 所以這是什麼 這是Merry Good 好 值得 要嗎 笑嗎 笑不笑 快你一定輸 真的 好 你沒輸 好 大家互相看一下 頭上的牌子是什麼 這個是不能做的事情 對 如果你做了就會被積分 不請說 他今天就會成為最蠢的人 好 他就最stupid 那我怎麼會知道 你不知道 好 所以啊 不曉得 好 大家看好了 我看好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認真聊天了 所以就要開始了吧 對 可以喔 好 因為現在是7月對不對 對 我弄一下 8月1號有一個見面會對不對 8月1號 對 我們在8月1號的時候在 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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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瑞在講話 各位 可是中了 可是中了 什麼意思 中了 好 我懂了 OK 遊戲已經開始了 主持人來說明一下規則 好 我們盡量把動作做在有講話的人的身上 我們尊重這個節目的遊戲 好 剛剛在講話的是展瑞 OK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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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文哥哥 你要習慣於四個男的 對啊 好 我先幫你畫一張牌 先貼一張蠢 對不起 遊戲已經開始了嗎 對 剛剛就說遊戲開始了 好 來 我無心就先貼一張蠢 我蠢依人 蠢依人 好 等一下 就是我們盡量把動作做在講話的人身上 講話的人身上 對 鏡頭是沒有拍到 可是這樣那個人不就特別知道我們在針對他嗎 可是他不知道他的動作是什麼 對 就像我剛剛無知 對 好 剛剛展瑞繼續講 你說八月一號有一個重要活動對不對 對 八月一號有一個 你講完了嗎 我可以再講 我可以再講 展瑞 好了 展瑞 不要 那我知道是什麼了 對啊 好 繼續 你先把它講完 是的 八月一號 我們這群人 七個人會在西門町的紅樓 手都不要伸起來 紅樓我們會有見面會 而且就是目前是台北場 那希望這次如果成功的話 我們還會繼續又加更多場 巡迴主要是展覽要跟著 對 那因為我們在整個八月都有一個實體活動 就是這一個 後面看到這個觀錄音的 觀錄音 對的這個實體活動 所以音聲真的不見了是不是 所以這個活動就是要 包含所有宣傳他都不會去 對 所以他今天沒有 對 所以他今天沒有 對 所以他今天沒有 他為了要大聲利其境 他今天就直接沒有 他今天就開始 沒有啦 對 因為他有專輯的事 對 好 但我們還是可以跟他 合照來一下 你喜歡說什麼 什麼意思 可以跟 你說跟那個照片合照一下 然後你表示因為今天他沒有來 但是我們還是要給大家看出 我們是一起 對 等一下 我覺得是一起 所以八月一號的見面會在紅樓對不對 對 幾點啊 幾點啊 下午還晚上 下午 是下午了嗎 但是因為跟場地正在敲時間的關係 所以切缺的時間呢 還有所有的資訊都在我們的IG 還有Facebook 就是要來的朋友要記得鎖 這陣子要鎖定我們的IG跟Facebook 沒錯 這群人搭板 這是要錢的嗎還是不用 這是免費的 免費的 對 見面會是免費的 但是那個 但這個活動是要報名跟預約的 所以他會滿 所以你要簽預約 而且找朋友一起去管 這有兩件事 實境逃活是要錢的 對不起 我不要隨便做C位好不好 對啊 我講不清楚嗎 沒有 你 剛剛大家會 搞混了 展瑞沒有 真的 沒有 你手走開 沒有 我是想要給你一個肯定 我不需要 沒有 展瑞 展瑞給你肯定而已 我不需要 可是沒有關係 因為木星本身 他的牌子也是有點做到了 對啊 對啊 你剛剛拉一下 做到了 你先把你的牌子拿下來看一下 對 蠢了 我可以自己看嗎 可以 你剛才做了一件 對啊 不是 你剛剛說 這個叫 我沒有 你敢這樣 好 你再出一個新的 想害別人 展瑞也派一個新的 你們太明顯了 太明顯了 想害別人 好蠢 木星也好蠢 他真的蠢得很可愛 這一邊 轉另外一圈 好 你貼上面一點 好 所以木星繼續講 所以當天呢 見面會當天每個人都會有表演嗎 還是全部人一起唱歌 主要就是 雙胞胎跟陰森會唱歌 你看他不借 他也可以再出來 所以尼克沒有要嗎 你不唱 你不唱嗎 沒有 因為很好笑的是 那個 我們那時候見面會的時候 就說 那我們除了三個人要唱歌之外 那尼克要不要唱呢 尼克說唱啊 為什麼不唱 對 然後尼克就誤會說 好啊 那你要唱什麼 他說不是 我是說 那就三個人唱 那就他們要唱啊 這樣 對 所以尼克到時候 不一定會上台演出就對了 給一點嘛 你給我 你什麼 對啊 因為說不定尼克的粉絲很多 很多 如果他們聽到你不去 就不去現場了 昨天我們另外一個影片 有看那個粉絲不是有 有一個粉絲不錄影說 希望尼克可以多出來一點嗎 他就是要 叫你不要再躲在後面了 對啊 那你們 那你覺得 你不要再躲在後面了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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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你先把你牌子拿出來看一下 好棒 不要再多講 不用Cue 真的不用Cue 沒有Cue 你的歌是那個 對啊 因為我剛剛才正要講說 哪一首 那我的歌是什麼 哪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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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到底要不要表演啊 我覺得可以 不是你 好 我先 我這樣問一個問題好了 好 我上台 對 可以表演 我為什麼不行 我上台這件事情 因為我今天是 基本上是人夫了 所以觀眾不會覺得我帥 什麼意思 你人夫之前 大家也不一定覺得你帥 你這樣講好像是什麼意思 修傑還是很帥 對 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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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不錯 你看你頭上 對 超猛的 很強 超強 好 演車一張新的 好厲害 不行 我覺得尼克要換 對 我覺得尼克要換 我覺得尼克要換 我猜到了 因為你們太明顯了 你有猜到 我沒有猜到 人家穿了 不行 真的沒有 給我拿下來 剛剛大家看他的眼光太那個了 我不要玩了 我們在集中了 好 貼起來 完了 斬龍反了 我就是正 好 從現在開始 我不會再講任何一句話 我不講任何話了 好 我剛剛聊哪裡 斬龍說 你怎麼要講 等一下 他說他上節目 不說任何一句話 怎麼可以 可以嗎 對啊 你是團長 對啊 好過分 所以你這次 這次見面會是 你要不要跟社會大陸道歉 對啊 團長沒有用 真的是 不行 我現在不說話 我現在有一點點不舒服 覺得被霸凌 好 快 你去 你到底缺了什麼 什麼 為什麼我又不說話 你給社會大陸 講啊 太鬧了啦 太鬧了 我覺得 你覺得什麼 你說 怎樣 世界很棒啊 很棒啊 謝謝 完美 我也很喜歡這群人 可是大家是真的說 尼克要不要唱歌 要不要表演 對 因為尼克已經把剛剛那個牌子換掉了 已經不是那個了 大家還是真的想要唱歌 那我覺得OK啦 認真的 這個 有了Cue我們蠢字忘記貼 哇 對 斬龍請這一個 等一下 到底是誰這麼的 來 來 沐欣來 我已經很不舒服 沒有 謝謝 可是比較起來 斬瑞才應該唱吧 唱什麼 因為 就是才應該唱啊 沒有吧 我不用啊 不是 我 你們雙方才歌這麼多 我也覺得你應該唱 我有我該有的表演 可是我不是建議 你可以唱只有你所有的版本 因為其實我們瑞粉很多 到時候再說 對 我覺得到時候再說 因為上台前都還有機會溝通 這樣子是不是 所以這個見面會是免費的 大家只要到現場 就可以加入這群的活動 對 可是這也是第一次最大型的見面會嗎 對 那這個算是 是 沒應該說特別 因為有 結合那個秘境套圖 這裡有一個新的資訊 已經確認了 錄場時間是12點到12點半 活動開始是下午的1點鐘 下午1點 見面會 告訴粉絲們 然後在西門的紅樓 然後我們在紅樓 就是我們在整個見面會的會場旁邊 如果有直接想買 就是鬼屋實境密室的人 也可以直接購買 最好是先買人再進去 幫我們散播出去 幫我們散播出去 其實當天就是 如果你想要見面會晚去密室的話 好像是沒有辦法對不對 8月3號才開始 對 8月3號 所以我們已經幫大家想好了 中南部的朋友就是 來台北就是玩個4天2夜 這麼久 4天2夜 沒有 要他二刷 他二刷 一個週末 一個週末 因為我們見面會是星期五 然後他可以星期五來 假如你剛剛講錯 4天是可以上夜 不是4天5夜 4天5夜是什麼 他可以先天大夜卻來 對啊 你這樣會老亂人家 你不要亂講好不好 你為什麼要一直亂講話 我喜歡講錯話 不是 你都亂講話 我喜歡講錯話 現在是直播 對 我不會講話 我超級不會講話 不要吵架 他就是這麼意思 他就是這麼意思 因為蠢的女人 你的蠢都掉光 所以這一次的密室逃脫 為什麼要叫關落鷹 這個名字哪裡來 為什麼是用鷹生為主 主要有尼克 主要我們的故事劇情是 他其實是一個聯名 他原本其實 他的這個實境逃脫 也原本有他的一個主題 他的主題就是說 有一群大學生去民宅 然後進去 他等於是私闖民宅 發現了母女 是 什麼 我一直很怕這個東西 你知道嗎 沒有 他很越難 沒想到你們看我 然後很閒眼 你到底在幹嘛 我冷的 對啊 你的很難 可以嗎 那我就認真講了 真的 對 該宣傳的就是要宣傳 我剛剛講說 我是不是快講到了 一個母女怎樣 你的差遠 母女的屍體就在那邊 對對對 然後 他會先run一個禮拜 後來我們就是 8月3號整個8月份開始 我們跟這個密室逃脫做聯名 對 所以等於是我們就是那群大學生 然後逃出來之後呢 陰森不見了 所以我們要靠著觀落陰 再回到那個那個民宅 尋找陰森 簡單來說劇情就是幾個好朋友 然後我們就是扮演這群人 然後這群人一起去鬼屋探險 其實也是我們以前大學真的會做的事情 然後我們去探險的時候 陰森在裡面就是不見了 對 然後他遺留下一個娃娃 然後那是唯一的線索 然後我們 後來出來之後 我們不是先拍片喔 我們是選擇回去找他 然後是用觀落陰的方法 進入二次元這樣 然後要大家來跟我們一起體驗 然後在7月30號的 我們自己群人的影片 就是會有這個 劇情 觀落陰的劇情的偽預告片 聽起來好可怕喔 所以你等於看完之後再去玩遊戲 你整個就會兜起來了 劇情是需要兩邊才兜得起來 你玩遊戲才知道 他真正的結局是什麼 所以大家到現場是扮演這群人的角色 他是扮演這群人的角色 沒有 大家到現場是 第三人稱的角色 可是他們一組是 六個人 沒有 也有四個人啊 都無所謂 可是其實我們的用意 有一點點是要他們就是扮演這群人 對嘛 就是有董仔 就是假裝兩朋友不見了 對 那要找他 那其實剛好找陰森 這個也剛好跟 最近大家會說 陰森他可能去演戲啊 發片啊 然後我們就是用一個這樣的東西去 感覺有點像是 我把他找回來 就也可能真的找不到 就也不一定 沒有 一定會找到 沒有 一定會找到 進去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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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好 這到時候大家可以到現場去體驗一下 也可能會有點恐怖嗎 還是 其實還好耶 比較偏機智類還是 我們已經實驗過了 對 很多人都覺得很可愛 沒有 比例的部分 鬼屋佔七成啦 機智佔三成 沒有 因為我們希望大家覺得有趣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自己會被嚇死 對 或者是很難要破關 對 氣氛比較多 那我們是要抱持著一個敬畏的心嗎 例如說如果他進去很開心 跟大家拍照 這樣會不會影響到那個氣氛 可以拍照嗎 就OK嗎 我們其實有設定一個區塊就是 對 這樣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你知道我們講哪一區 然後你們拍個 就讓大家知道說哪一區可以拍照 因為有時候會破雷 爆雷對不對 就是不是每一區都可以拍照 那如果他們真的拍了怎麼辦 就道歉 我們下一個話題 啊 不玩 好 可不可以拍照 那裡面就說 他是要敬畏的心情嗎 還是不用 敬畏的心情 對 就是他是可以開心進去嗎 其實不用他是可以開心的 就是要拍就拍了 對 好 大概那我們拍一張照好了 好 以防你說就是 現在如果在鬼屋裡面 明明就有個結束在旁邊 然後氣氛很恐怖 然後說來 我們來拍照 來來 起司 董仔好奇怪喔 好 所以裡面是可以拍照的 因為已經Cue我兩次了 我兩次都到了 確定不換嗎 不換 你已經知道是什麼了是不是 我知道什麼 好 那你抽一下 你猜是什麼 我不能講啊 好 那你抽 我講 我講 我知道 因為剛剛已經兩次 這麼激勵 心機好重 我覺得董仔心機太重了吧 這樣 好重 董仔超重的 你要顧一下形象 那心機最好形象 董仔 心機這麼重不好拍 對啊 觀眾喜歡那種鏘妹就是 好 我跟大家道歉 對不起 不要道歉 來啊 來啊 剛剛做錯事的展榮 來啊 好 你們全部人陪他一次道歉 陪我 有時候道歉 應該不是我吧 跟我沒關係吧 來啊 道歉 來啊 一起啊 我跟你說 我脖子踩得很硬 不會讓我 我是絕對不可能跟大家道歉的 我完全沒有做錯任何事情 好 我憑什麼 在這邊跟大家道歉 好 可是董仔算是OK吧 因為他算是就是他有猜到 他等於說他講出來換牌 我覺得是合理的吧 對啊 就是也沒有什麼心機吧 你們不要誤會他 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不要抖心抖承 OK 沒事啊 董仔 好厲害 好強喔 好強喔 好累喔 想到我 你很強耶 真的 不行啊 我覺得 心機太重了 我覺得 我覺得是換幾個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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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也是換 你很棒耶 對 我真的不會 真的是老江湖 好 所以繼續 所以如果我們進去的那個密室逃脫 如果進去的時候可以拍照 對 再來呢大家需要手牽著手 對 一起在裡面玩遊戲 一起是可以稍微分頭找到 不行不行不行 要一起 同時進行 應該說它是一間一間的 然後那一間你要一起玩玩 再破關去下一間 下一間下一間 對 感覺是有點找線索的感覺 每一關都有一個關卡 沒有找線索啦 沒有找線索 應該說不是真的要把你嚇死 它是可以跳著跑的 其實應該說我們每一關都有一個故事 那你可能進去之後 理解這個故事 那再加上群人短片整個才能兜起來 因為很多人會說怕太可怕 他不敢來 對 所以我們要一直跟大家強調 我們是希望大家覺得好玩 跟合家 跟娛樂的東西 對 對 所以是開心的 那可是會不會有人 他如果沒有過關 他就會困在裡面 他就會出不來的 一定會過關 他一定過的 因為有些密室逃脫主 他是過不了關的 我們沒有設定那麼難 對 三層而已 而且我們跟別人呢 設定 我們的跟別人不一樣 是我們有笑點 對 第一次就是密室逃脫裡面會有笑點 對 所以要找好自己的朋友 然後到現場去玩對不對 對 去體驗 所以就是大家既恐怖又好笑 對 但是怕說因為有些人第一次玩 就是大家不要在裡面就是拉扯別人 還是說裡面很 因為很暗 然後有一些可能不知道 在裡面第一次有些 小朋友他們可能會過度用力 會覺得有人要下午 他就直接打那個人 或者是什麼的 對 預防這些東西 要先跟大家宣道 就是以安全為主 不要去拉扯別人這樣 對 那為什麼 那如果他們就是 比方來說 就是喜歡拉扯怎麼辦 誰喜歡拉扯 因為有人 誰喜歡拉扯 因為有可能 有可能 真的害怕 反正你聽我說 誰 反正我說真的害怕 對 你這樣就算是有一點拉扯 對 就算拉扯 就算拉扯 拉扯 真的 對 太好強了 就你是東蔡 你很容易出味 對 你很容易 東蔡你這麼有力重 可能不是 天啊 真的太有力了 你這樣擺不張臉這樣 我很緊張 我發現不要太 差異於每個細節 沒有 我也一直差異 我一直在放口 這樣可以 好 可以 我兩個蠢了 沒有 我還是回過來 因為可能會有 為什麼沐昕的掉地板 因為沐昕的衣服本身 他不眠 沒有 因為可能會有 再曖昧的男女一起去 然後可以有一點拉扯 可以有一點拉扯 對 其實蠻適合的 對啊 拉扯 真的可以 然後如果他們一直在那個房間 過於久的話 就 我們只有大概15分鐘 他後面有一個人會 有流程 會感激 因為後面還有下一批的人要進來 對 一定會感激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網友留言 不然我們就請坐 先玩那個遊戲的董仔 你順便cue個網友給別人回答 好不好 你跳一個網友的問題 給團員回答 那我們不要 他們剛剛有問 我不要看 不能看 我這樣不公平 好 那來 哪一位網友可以獲得董仔的翻牌 請問 剛剛這個 你剛剛有人問 尼克你有擦口紅嗎 你先拿下牌好了 你先拿下來 對 你先拿下牌 我想說應該不是真的是這個吧 沒有啦 董仔 大家認識那麼久了 可是我沒有說網友 他其實沒有說網友 我還沒講 喔 不算嗎 這樣還沒說 沒有啊 他有講出網友兩個字 對啊 他沒有說 我真的是傻眼耶 好 那下一個 他剛剛講真的是 準備鬧 對啊 但是有人問你有沒有擦口紅 沒有耶 他沒有 他昨天去聞唇 我們拿胡子 文純 我拿文純 還是可以介紹他一家好 你們可以介紹他一個可以壓單的 就適合男生的 還是有壓單 不要那麼紅的 對對對 畢竟他是男生嘛 好 所以密室桃的時候跟見面會 反正8月1號跟整個8月都會可以看到這群人 對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認真聊天 我們是有主題的聊天的 好 因為不然這樣大家會在一個死胡同裡面 對 一直沒有飯唇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聊天的主題 的第一題是什麼呢 好 先把這個陰生的臉上去縮小一下 關路 好 第一題 好 請問誰的酒品最差 我們數到1 2 3 我們全部指 酒品喔 要拿軟棒是不是 好 軟棒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可以指那個人 然後指那個叫我們 可以請他辯駁這樣 酒品喔 辯駁喔 好 我數到1 2 3 我們就指他喔 請問誰的 這個指是不是 沒有 重點我們其實很少的 做這些事 對啊 對啊 我們沒有在喝的 你們印象一下 或者是你們覺得誰拼到已經很瘋了 喝的酒一定會成像神經病之類的感覺 我應該有 我應該有想法 就是你幻想中誰的酒品最差數1 2 3 一起指 1 2 3 不會是要 我的牌不會是指人吧 不是 欸 你心機很適合 會啊 目清票數最多 等一下 剛剛關就說一定要玩下去 你一定要玩 你這樣今天只有玩下去 對 你不可以這樣 你這樣都不要動 就永遠都贏了 但是真的不是啦 如果是的話 不是啦 是怎麼樣 欸 米克開 是貼那種而已啊 等一下 先生 你要拖到他時間 沒有 先生把你的牆給放下來好不好 把你的心牆放下來好不好 把你的心牆放下來好不好 我 誰啊 好大拼我的小口 剛剛我到最後是木星嗎 是木星嗎 因為我指你啦 我指米克 等一下 他沒有指啊 他一直以為是這個 他指他自己啊 好 那我們讓我們重指 我們上面告訴他說 這跟這個指真的沒有關係 真的沒有關係 接下來他說什麼 你一定要參加 對 就是即使你的頭上是指的 你也必須指 你也可以用手肘指 你 have two 請遵守我們節目流程 因為我們是有腳本在的 OK OK 誰用酒品最差 3 2 1 米克兩票 木星兩票 酒品跟量不一樣吧 不一樣 酒品怎麼會是量 對不起 我該 好 那米克解釋吧 我不知道 你是喝酒容易發瘋的人嗎 沒有 沒有 我會指他的原因是因為 米克他是玩遊戲比較瘋的人 就是很all in的那種 所以我覺得他在喝酒之後 應該是我們裡面 最容易有一些 就是爆掉 爆掉的行為 就是有一次我們在那個夜店 喝酒 然後他就是想買醉 然後他就是要買一個醉之後 他成功了 結果他在那個 那個洞區的外面 在那邊大叫 在那邊大叫 那你們有拉著他嗎 有啊 就是說 尼克回來啊 沒有吧 是在新加坡吧 沒有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在馬來西亞 在東區街頭大叫 你這裡有風嗎 那時候還不夠紅 所以還可以大叫 大叫 先不要 所以你們全部人拉著尼克 還有說不要拉我 不要拉我嗎 對啊 因為他就想要衝啊 欸 他說了啊 他說先不要啊 什麼時候 他剛剛說先不要 對耶 你剛剛說了 他有說 我說先不要嗎 有 What the fuck 就說了先不要 好容易喔 好 我們再來衝一衝 天啊 我要追上木星了 你現在幾個 我 你三個對不對 三個 我現在也不敢亂講話 我覺得目前這個蠢的票數 真的有十字名歸 我覺得他可以換下牌 因為有時候放太久了對不對 對啊 我好不容易掌握到我的牌 因為這些都放滿久了 我就可以抽新一點 你沒有掌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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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不知道 這個很難講到 這個很難講 你完全不說這個蠢 你沒有掌握到 好 來 這樣嗎 轉過來 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題 我們要來聊什麼呢 除了joking之外呢 再來要聊的是什麼呢 好 因為工作人員離螢幕有點遠 好 請問誰的情緒最容易失控 你不用再說了 你不是說最容易崩潰嗎 最難過 好 讓我們重問一次 撇除陰生之外呢 就是 現場的人 誰的情緒最容易失控 這樣很難選啊 好 一定要選一個 現場六個人裡面 最容易失控的人 3 2 1 我嗎 欸 還是我耶 對 還是尼克 我在這個團體算是佼佼走 因為 畢竟我們看過你最自動的那一次 對 你比賽是C位 對啊 把票做給你 那 不能問我啊 因為我自己都不知道 你要問那個 對 你們投他是為什麼 投他的局勢 來看一下 好 沐昕先來講 為什麼你會投給尼克 這能講嗎 是啊 你要講什麼 對啊 你要講什麼 沒有 沒有不能講的 沒有 因為就是之前 因為大戀情可能就是有一些 分手嘛 分手 分分合合 但是我看 我只有看過他的那個 那個狀態 就是他有哭 就流眼淚 對 像董乃就還滿正常 他就是個堅強女性 他沒有表露出所 哪有 這只是你沒看到而已好不好 這跟情緒失控沒有關係 有 他有講嗎 但是 對啊 聊最難過失戀的故事 但是因為你們其他人 都真的太理智了 我還沒有看過你們 最失控的那一面 我當然可以舉什麼力了 就是有一次我們去碩燈 碩西加燈上 對啦 你一刻失控到 因為我們是要走那種 超大的那種 像那種的木 的那種樹 因為它倒下來 我們要這樣走在上面 你看有個這樣滑倒 我從後面一接 他說 你剛剛不應該接我的 就讓我死一死好了 他直接進去死後 超少的 真的假的 對不起 我剛剛誤會題目了 那這樣我也是選你 對啊 因為他對於情感真的 那時候在碩西的時候 因為人在情緒最低落的時候 東西都會來 其實那一次山上我有看到 你有看到 看到什麼 你看到什麼 你說我那是碩燈的時候 你看到 你那個時候沒有跟大家講 他沒有講 我前一晚先去 我們不是前一晚先去住 對 先去住 然後我就睡不著 然後我走到 你有走出去跑 小木屋那個外面 對 走到外面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 一個女生要走過來 然後走著走著 走去哪裡 就不見了 他那個狀況是 你有往前走 不是 他那個狀況就是 我在那個木屋在那邊看 然後就是那時候 不是很愉快嗎 對 然後看一看我就想 就是有一個人這樣走走走走 然後你知道嗎 他是一鏡 一個鏡頭 一鏡到底 他沒有剪接 心裡太盪了 他就是直接走走走走 就不見了 你喝酒吧 真的啦 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不能喝酒 但是我 我後來自己 自己想才知道說 喔 原來你 因為我平常不是會看到 對 所以 我在人會在那個情緒下 這鬼電影都有說 對 你在最大 你的氣場很低落 你氣場比較弱 然後那東西就有可能才會看到 就會看到 但是我們怎麼定義那個東西 有可能那個東西叫做 異次元的 也可能你剛好看到 有可能是幻覺 有可能是情緒低落 情緒交雜 對 也可能是隱身 那可能 可能就是大家 就會把它統稱一個就是 有鬼 對 就是有鬼 喔 這有可怕 這故事滿完整的 不錯不錯 好 再來 下一題 請問誰是狼人商玩的最爛喔 最爛 哇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請投票 我數到321喔 再拿到這個 喔 真的假的 沐欣有假的 沐欣說誰 我剛剛沒有講話 我剛剛講話 他說什麼 好啦 這有點麻煩難處理 對 要不然我們先不貼啦 讓他看 真的假的 為什麼不貼 要貼啦 不要貼啊 你講了陰聲 對啊 陰聲是 我剛剛那麼長的故事 好 你先抽牌 我那麼長的故事也不是真的 我還不是掰了一個 對啊 聽就知道假的 對啊 還不是為了讓你們講話 真的是 這是真的很心機的節目 我就不是一個根本心機的人 沒有 你平常心機很重 你只是不會玩遊戲 你只是不會玩遊戲 好 好 好 請問誰在藍維莎玩的最爛 好 數到321請投票喔 321 我自己也抽 你投給你自己 我告訴你吧 我真的很爛 我爛到不行 我前幾天去上那個 旅白 然後 我真的爛到我自己 你真的不知道該說的 我很後悔上那個節目 很後悔上節目 我覺得我應該會被大家罵死耶 沒事啦 很爛 你們其實他有見證他是爛的嗎 沒事 沒有 我說真的 我的爛誇張到 他們結束之後呢 他們在討論說 他是狼 他是狼 但你還看不出來 他是好人的時候 我還想說為什麼他錯了 我知道怎麼講 就是那局都結束了 等一下 目前有問題 他摸下巴了 他摸下巴了 你們兩個頭上都有照 所以你們都有照 因為你 你就是提問 我沒有問題 所以 目前為止 不要一直講話 不要太開心 不好意思 製作單位你們的蠢不夠 蠢不夠 天啊 我都借你 我的借你 因為你贏定 你贏定拿出來 你們都沒計分的 可是只有提問 提問 你那個可以再給他的 對啊 因為他贏定 他這樣子的時候我想說 你到底要不要Cue 要不要Cue Cue了 抽牌 什麼 我覺得大家可以換一下 我又要換了 我都還沒猜到 我都還沒有猜到 你們這個太遠了 好 你們大家都換一下好了 那我可以看嗎 可以 結果你們是為了要叫我腳 有正面嗎 有 正面 也沒有 這真的很爛 對 所以你真的覺得我很爛 沒有 看一下 看一下 對誰看到 好 哪一面 好 再加油 好 好 順 但剛剛我要總結 然後我們那場整個結束之後 展榮其實對著我說 所以你是好人 我就是狼人 蛤 你說阿里已經結束都不知道 對 他還說 所以現在是好人贏還壞人贏 他不知道 我跟你說 他完全搞不清楚 我跟各位 我知道大家看完那個節目 一定會想罵我 一定會覺得我是一個白癡 可是我其實從小就 不會 我就有學習障礙 我真的有學習障礙 不會 我說真的 不會 我以前在電影院 我學一個東西 要學兩個月 學兩個月 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 真的沒有 他什麼 好了 林哥很會 很會很會 你看 我覺得你看心情滿重 林哥很長 他真的是遊戲王 他心情太重了 你有沒有玩遊戲 沒有聲音跟你屁 沒有聲音 而且你哪會知道 你怎麼知道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 你倒播 我太信任你了 我們先看看他分數多少好不好 現在目前誰最笨 沐昕領先 沐昕是5票 可是展榮跟石頭是平票 你一看看展瑞都沒有 沒有 看不到他 一直看不到他的 一直會忘記 你知道嗎 我一直會忘記他的 沒辦法現在那麼多 好 那既然已經叫到誰最爛的 就有展榮嘛 那來問一下誰的郎上是最強的 好 我數到1 2 3 好 1 2 3 請投票 我覺得他滿強的 應該是他吧 石頭 他拿MVP 他在上次余百拿MVP 沒有 對 我是進步 但本來邏輯都是石頭 對 石頭很有邏輯 我在上次玩余百的時候 哇 真的超爛的 石頭真的 我真的覺得他 我會講錯話嗎 你要講錯話嗎 沒有 你不要講錯話 我跟你講 足齊人賴到牆 石頭在我頭裡 真的是 你用他講出來 石頭怎麼了 我說真的 石頭雖然在裙子 他不演戲 因為他會覺得很尷尬很害羞 但是他玩狼人殺 王龍 現在你玩狼人殺 他玩狼人殺的時候 真的那個自信是點滿 而且他直接說你就是了 我跟你講很帥 我這邊可以補充一下 他人生有兩個最有才華的事情 對 什麼 最 你知道 在弄 什麼東西 怎樣 在做這兩件事情最帥 第一個就是王藍人殺的時候最帥 第一個就是跳那個 他之前跳 好強喔 好強喔 擺Pose你自己擺 他還要Cue你 可是尼克很強啊 我覺得尼克很厲害 尼克很強耶 他踩那板子啊 他這麼強 對 兩件事最厲害 第二件事情是什麼 第二件事情是你 因為你剛剛有尖叫 對 對 尼克很強耶 我覺得尼克很了解 我們的人才有辦法 對 而且他很強 原來是好可愛 他不要碰我 真的 真的中了 我跟妳講 沒有 我跟妳講 我其實也是想說 尷尬一下 然後擺個Pose 真的 那妳講說尷尬一下 要裝一下可愛 這對嗎 這樣也不行 Pose的 來 來 算嗎 這樣算嗎 算 要贏 他的鼓掌 好 來 再算抽一個新的 很煩耶 好 好 我幾個了 應該沒有在大賽 你還好 像復興還是領先的 好玩喔 你看到 再抽一個新的 好 YES 很棒喔 好棒喔 大家都很棒 我真的不講話 東在 蛤 我怎麼了 沒有 我覺得東在也算有耶 對 因為你就是稍微幫別人抓了 他頭 對 有 因為他只說抓那 沒有說當別人 有 講說話不要太熱血 不是 我幫他換這個 是 是 這節目要冷血 這節目要冷血 所以你們覺得 等一下誰會最輸 石頭 石頭 因為目前木星還是領先嗎 沒有 石頭平手 石頭 我不會再有任何動作了 所以尼克還沒講完 我不會 我們先把剛剛那次聊完 你說他人生有兩個 最有自信的時候 第一個是狼人殺 第二個 沒有 沒有這件事 大家不要認真 天啊 好 我們都看好牌了 對 好 我們來看下一題 我們來聊什麼事情呢 下一題 請問誰最膽小 好 太簡單了 太簡單了 最膽小 好 3 2 1 請投票 現實太困難 就我偷我自己 妳最膽小 我揚起了嘴角 而且還只會叫 沒屁用 對 我在傳你 只知道叫 對 我真的沒有用 我只會叫 有 你有功能 什麼功能 就讓大家聽見你的叫聲 對 讓大家知道你的求救 求救 可是他的膽小是哪一種 例如說什麼 看到蟑螂會突然尖叫 沒有 他不用太可怕 他任何的動靜 他就會開始 嗯 對 就是 例如說現在燈子 要散一下 你可以看我們那個 整鬼企劃 整人 整人 魚人節的整人企劃 他回到家 可能只是聽到那個水滴聲 他都可以 這說誰 對 然後我們如果要講鬼故事 根本還沒開始講 他就會 等一下 而且我聽別人講鬼故事 我也沒有講話 我只是聽而已 我就哭了 我怕到哭 他哭點什麼都沒做 我就怕 都天真膽小 沒辦法 好 所以你就是膽小 喝力人 還未認識我 好 所以接下來就是要講鬼故事 對不對 對 你們每個人都要準備一個鬼故事 但講鬼故事也是要帶著這個角嗎 對 很難耶 真的是 真的是哇塞 我覺得大家已經到了一個 很容易 不太容易中的 很不太容易中 因為正RUN好像比較難 對 所以 所以就是我跟沐昕 要分出一個勝負了 一定是你贏呢 好 那我們就按照順序講 對不對 一人講的鬼故事 講自己的故事 好 那我們就衝動到 就不要跳蠢好了 我覺得我的比較溫馨 我可以放後面一點 不 我先講 我先講 幹嘛 幹嘛 對 叫了 叫了 我比較有氣氛 OK 叫了 他剛剛叫了 對 他剛剛叫了 好 那我們從沐昕開始好了 最怕鬼的人 最怕鬼 不會配樂也要來的嗎 得 藝人分享的鬼故事 真的假的 我的鬼故已經來了嗎 來了 對不起 好 來 好 我們請沐昕先生 我們分享一下 等一下 是有音樂的嗎 對對對 好 不要自己嚇自己 嚇死我 嚇我一下 好 我們來聽沐昕的故事 好 這樣很難設計 我的這個 我在想設計 打屁啦 你打什麼 可以讓我再真講 我的這個鬼故事 是一個真實的事件 那它是一個讓我至今 都沒有辦法再上 木柵貓空的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是發生在我男友 跟他的朋友的身上 展瑞 對不起 他什麼 我講男友 沒事 男友怎麼了 然後 沒事 我跟妹妹發生什麼情況 什麼意思 我把妹妹發生一下 你要發生去旁邊休息一下 怎麼會有 會有聽不懂的 什麼意思 你要不要講 有時候表達事情是不是 你要不要講清楚 要讓別人知道你在別人 你要不要講清楚 沒有 就是他自認為 他跟展瑞是一目情侶 他剛剛從自己覺得 他不是展瑞哪是一目情侶 他自己覺得 我跟展瑞才是一目情侶 你們是 對啊 我們是一目情侶 跟你什麼事 跟你什麼事 中了 木星也會玩 木星有變會玩 是爆嗎 對 木星好像有變會玩 好 那你把故事講完 你是不是到了木炸的貓空 對 他是一個真實的事件 對對對 他們就是要一起去 就是騎車 夜騎 騎車上貓空 然後 他就是 我男友嘛 然後這是他朋友 他們就雙在一起上去 然後 當他們在上山的一個過彎的時候啊 然後 他們就一起聽到一個 彰喊 大聲的這樣 這樣子 然後我男友說 怎麼了嗎 然後那個騎車的女生 也這樣回頭 然後馬上就轉過去 然後 然後我男友就說 欸 幹嘛 怎樣 幹嘛 然後他就跟他說 你現在不要跟我講話 你要從頭到尾一直唸 我密豆腐 我密豆腐 你不要跟我講話 你不要問 你什麼都不要問 你就一直唸 你說女生問 騎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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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個女的 是這樣回頭看 然後馬上轉過去 然後看企鵝來後面 對 他就看企鵝 然後馬上轉回來 然後後來他們就是結束了 他們就到一個比較 有亮光的地方 然後 他就跟他說 為什麼他剛剛會那樣 是因為他回頭的時候 他看到有一顆頭在飛 然後這樣 在瞪他這樣 這樣瞪著他 因為很近 所以這個故事我聽到現在 我還是沒有辦法上 我沒有辦法上毛孔 因為我以前去過 我對那邊其實很熟悉 我沒有辦法再過去那邊 好 這故事蠻精彩的 因為他那個鬼臉是最恐怖的 他那個鬼臉已經弄出來了 這不精彩也很難 我被鬼臉嚇 有嚇到對不對 我之前就是這樣被嚇到 你長得很可怕 對啊 你剛剛鬼臉 好 第二個第二個 等一下講故事的人站起來講 好 展榮 站起來講 導播比較好拍到 展榮先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先 我想一下 其實我跟我弟小時候 就是因為我們都是從小一起長大 然後因為我爸媽 他們都是在外面工作 然後我也是長大之後 我們以前不知道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我們是長大之後 真的是因為李心潔的見鬼 大家有印象嗎 見鬼裡面 你不是有形容說 有一種孤混野鬼 它是黑色的影子 然後這樣跑 然後我們兩個 第一次看那部電影的時候 我們兩個是直接這樣 欸 這不是我們小時候看的那個煎影嗎 因為我們兩個小時候 就是我爸媽會去工作 然後我姐姐他們會偷跑出去玩 原本是姐姐要顧弟弟 但是他們偷跑出去玩之後 我們兩個會被關在家裡 然後我們常常只要 家人都不在的時候 我們兩個會看到黑色的影子 往廁所跑 是同一個廁所 永遠都是那個廁所 是冷型的影子 是冷 它不一定都是往廁所跑 它有的時候 會集中去某些地方 會做一些動作 然後一些行為 然後我跟展榮都只知道 它就是黑黑的 黑色的影子 就跟見鬼演的 裡面的動畫是一樣的 對 它就是會一直 他們會有很多的意思 就跟見鬼的影子 嚇我一下 哪里來了 幹嘛 太常常了 好不舒服 好不舒服 哪里來了 太常常了 太常常了 這好可怕 好不舒服 怎麼會動的蟑螂 我會 有點可愛 這好餓 你會怕 他怎麼哪裡來了 去那邊 我是第一個發 等一下 好 我們讓展榮繼續說 好 等一下 他這樣我不能講 好可愛 好 我剛剛講到哪 黑色的影子 會一直往同一個方向 跑 等一下 他這樣會干擾我 我說真的 你先不要動 等一下 走開 你走開 我也是會怕這樣走開 好可愛 好 我剛剛說 黑色的 黑色的 他要跑出去 你先讓他離開好不好 給他一點時間 你快講不完了 好笑 就是 因為黑色影子 它都會跑到廁所裡面 然後我姊姊有說會不會 因為我們就是 童言童言就會說 廁所都有黑色影子 我姊姊為了安撫我們 他還會撒謊說 沒有啦 那是我剛剛在跟你們玩躲貓貓 可是我們兩個意思很清楚就是 我姊姊他們真的出去玩了 他們是後來才回來的 然後我們兩個後來就是會 只要每當我姊姊出去 我們會被關在家裡睡午覺 我們兩個就會起床 然後跑到樓下 然後有一次我們看到那個影子 是大量的就是 往裡面衝 大量 大量往裡面衝 然後我們兩個就直接躲到門 也太多人了吧 我們就躲到門 開派對 開派對 就是以前船一樓都是有紗窗 然後紗窗的外面 然後紗窗看得到裡面 它裡面有廁所 我們就看到這樣往那邊跑 然後我們那邊是那個後面的陽台 然後後來跑完之後我們兩個就 一個 而且是大白天 我們兩個嚇到快嚇死 我們兩個就這樣一直 一直躲在角落 然後後來那個 遠方的那個門 就有一隻貓 就在那邊 然後他就這樣對著我們這邊這樣 喵 喵 然後我們跟展榮就 就怕到躲到牆角去 我們真的嚇到一個人躲到牆角 然後因為是小時候的片段 我們真的也忘記了 然後後來 後來到長大之後 我們就有跟我爸媽提這件事情 然後我爸媽才跟我講說 我們會搬家 就是因為那個房子其實不乾淨 然後我們兩個不知道 他們有找人來看 然後那個人說那個地方 我們一直覺得有東西往裡面衝的 你們兩個的故事是一樣的嗎 一樣的 這是真的 我們可以一起講 我們這是真的 沒有沒有 他的意思是說等一下展榮要講的故事 跟你一樣 不一樣 然後就是 沒有 因為那間房子有很多故事 後來才知道說 我媽說他要找人來看 然後那個法師說 那個地方 就是那個門 是一個他們的聚集地 就真的是開party的地方 也可以算是交界 就是他們的路口 沒有 有點算他們的 一個聚集的地方 然後他說 他說我們那個舊家 哇 你們兩個不寫鬼片太可惜了 對啊 他說我們那個舊家 他有兩個路口 因為我們是一二公 對 有兩個 他說一個是樓下廁所 一個是樓上我奶奶的房間 對 然後我就想起來 我以前小時候不敢進我奶奶的房間 我沒有原因喔 然後我那時候很討厭我奶奶 我就是沒有原因的 我對這個人是恐怖的 我覺得奶奶那間房間可怕 我不敢進去 可是我們一搬家之後 我就覺得我奶奶好可愛喔 真的 好可愛喔 而且我們沒有搬很遠 我們只搬到就是三下而已 他原本他奶奶他們都不太敢見面 然後一到搬家 他奶奶直接打開門在那邊 Dance Dance 拒絕控制 拒絕控制 拒絕 拒絕 沒有 不是 剛剛講那個Dance 他不會跳 要講拒絕控制 拒絕控制 對 我覺得Dance夠明顯 對 好厲害喔 這樣嗎 妳看好強喔 來 我幫妳 我真的很相信她 我幫妳接 好 這死 好 等一下 卡了 整個頭倒一倒 神經病 算 沒事 坐好 換下一位 展睿 展睿站起來講 好好站 謝謝 好累喔 為了讓他站起來 展睿站起來 等了好久 好 還叫展睿現在 展睿站起來 你們都在等這一段 好難弄喔 這真的很難弄 為了等展睿站起來 這哪裡有難的 好浪費 可以 這哪裡難啊 好好 那展睿站起來講 我可以看一下 Sorry 好好 那展睿站起來講了吧 可以 可以 好 我要講的是我姐姐的 然後因為剛剛展睿 你們家好多鬼 沒有 因為那個房子真的 那個房子太好 對 然後我姐姐因為之前住那個房子 然後我有兩個姐姐 一個大姐 一個二姐 然後大姐呢 她的體質是從小就是屬 比較陰的體質 所以她 我們也是長大之後 互相聊天 才把以前我們都遇到 各自遇到的事情兜起來 我大姐說她以前跟我二姐 是同一個房間嘛 她說她以前在那個房子睡覺的時候 她都會一直覺得有一個人在牆腳 就是盯著她看 同一個房子 同一個房子 然後 我聽到這個故事 我就說她盯著妳看要幹嘛 然後 我 空 空 他們好無聊 這些東西 連我都不知道 你們很無聊 我剛剛還好 我是閉眼了 要不然我就罵這個話 你們為什麼我剛好閉眼 因為 我想到那個人 是 我看那個尖叫聲 看到什麼 發的一聲 他如果有跳下來 我剛剛就像 他們好可怕 有一個鬼 我剛剛裡面是嚇到了 我會想說 還有別的嗎 我只是說 我只是沒反應 等等 才到第三位而已 她這樣的設計安排 天啊 算用心 太用心了 好煩喔 我剛剛已經沒有人吧 我覺得他們平常 不會控制我的流程 一直說要講鬼故 所以我想說我們玩得好好的 我們去人家講嗎 對啊 原來後面有東西 繼續 有人躲在角落 看著你睡覺是不是 沒有 他看著我姊姊睡覺 然後我大姊就把我二姊搖醒 然後我二姊就起來 直接說 你幹嘛 白痴喔 然後她就說 有個人在角落 你要不要看一下 然後我二姊就看 我二姊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二姊說沒有 然後之後我二姊就繼續睡 然後就這樣的 就常常只要有時 時不時我大姊只要半夜一個 不小心起來 她就會看到這個畫面 所以她也因為這樣 那個時候長期失眠 因為每次都有這個畫面 可是她也不知道那個人 到底要幹嘛 她就是一直在角落 只是盯著她看 然後她說她是穿旗袍 然後整個臉是白色的 很像那個電影在演的那樣 就全白 然後一個小口紅那樣子 真的是很像紙紮人那個樣子 然後我大姊那時候很勇敢 然後因為她那時候才國中 我跟長榮很小 就是剛剛長榮講的那個年紀 然後我大姊就有一天突發奇想 想說會不會我可以寫信 用騷的跟她對話 然後我不誇張 好有創意喔 沒有 因為我二姐沒有辦法 只是因為我爸爸 大家都沒看到 他跟我爸爸講 可是因為我爸爸是不迷信的人 我爸爸反而罵他說 你小孩子不要 就覺得我爸沒有要幫他解決 然後他自己 家人以為他在鬧事 就覺得說你半夜不睡覺 你是故意不想去學校 然後他只要講到這個 因為我跟我弟隔天就不敢考進他 對 然後後來我姐就把那個 寫一個信然後燒給他 然後很玄的是 我姐的信件內容是寫說 她希望可不可以 如果你沒有對我不好的話 就如果你沒有惡意的話 我也不是有惡意要看到你的 那因為我考試快到了 然後剛好要參加一個比賽 請你告訴我答案 不是不是 請 他說你可不可以 他推你一個圈圈抄 你可不可以幫助我考試考到高分 然後因為我以前 我姐也是運動班的 他說他想要得到就是冠軍 就是那種全國的那種 就是全台灣的那種 對 他想要得 他有在信上面說 他想要許願 他想要許願 那就是許願啊 但他沒有說 他就只有說 如果你只是想幫我的話 等於是互相利用啦 可是他就是許願啊 不是 因為大家都說 有時候那東西是因為磁場 它沒有要害你 所以原親債主他有些是要報仇 有些是報恩的 你講到親債主就專用名字 所以我姐姐那個時候就許願 他就認為說他是要報恩的 然後他就跟他講說 就是如果你是要報恩的話 你想要幫我的話 我要考試幹嘛 後來我姐那個學期真的就冠軍 哇 就全台灣的冠軍 然後他是從學校一路 從班級比到就是各大台北 一路灌到底是不是 對 一路比下去 他們有很多獎牌一出來 然後後來我姐姐就去買那個 因為被爸媽打 他就自己偷偷賣那個 但冠軍還要被爸媽打 不是不是不是 他要感謝那個 對 他要感謝他 他偷偷買蠟燭跟那個 那因為我家對面的那個 朋友他們剛好是在賣那個的 他就跟他的也是國中同學 就說你可不可以從你家拿那個 借我 就給我的意思 然後他就去拿那個紙錢 跟那個蠟燭什麼東西 然後自己在陽台偷偷燒給他 然後趕快把證據湮滅 不要讓我爸媽知道這樣 然後我知道這件事我就覺得 那個房子我還好我沒有住在那 我覺得就是一個可怕 哇 你們的兩個好精采 那個好有話 所以如果現在要 你們搬過去你們要嗎 NO 好 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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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了不要啊 中了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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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來得很突然 這個太突然了吧 我當然不要啊 不要啊 好啊 我們是不是有些人要換了 太久了 太久了 是不是他的要換了 因為他的 他要換好不好 我們這些都可以換了 我也可以換了 對 你也可以換了 你們的不太容易 一起一下 好 來 來 最後一張了 我反而覺得剛剛石頭的不用換 因為他還沒講 他差一點耶 沒有 他還沒講 對 他講完可能 對 可是我鬼故事不會半鬼臉 對啊 那你任何一個表情就對了 任何一個表情就對了 好 我來看一下大家的牌 那 好 那最 那最後先請董仔好了 董仔比較溫馨嘛 對不對 沒有 我後來想到另外一個 也是要站起來講話 我可不可以先我講 因為我是緩和的 那我的很快 我的很快 真的喔 對 因為我不是鬼故事 好 那你講完 我只是講經過啦 就是 Ashley 我老婆她 她 你剛剛不是講過嗎 沒有啊 沒有她沒有講過 沒有啦 剛剛是 你剛剛在哪裡聽的 這裡 剛剛是誰 什麼啊 這一排不是有人講過嗎 你們是怎樣 沒有沒有 你講啦 靠 馬上話 好正常 老婆怎樣 好來了 不要鬧 她以前都會看到 然後她跟我交往 就真的不會看到 因為我可能 為什麼 就 比較陽剛吧 對 就不會看到 然後這故事就沒了 對 過 就這樣 這要講 這要講一點就是說 我覺得這要扣分 對啊 沒有說要接一個手 不是 我從以前到現在都 你只是跟她講說 我沒有體質 So what 然後就結束了 這麼無聊的故事 你幹嘛這樣子講啊 不是 這件事還可以幫助到 我身邊的人 不是 我跟你講 我覺得你 你要讓大家 設計到這個遊戲 然後你寧願掰個鬼故事 對啊 然後到節目 好 你講完了 好 算了 你講 算誰講 你說換誰講 換誰講 董仔 你覺得換適合還是董仔 董仔好了 董仔都想好要講 好 那先幫他換個牌子好了 好 好 他有指人 對 我就是這樣等於 不管你雙人 他的手也有指到 對 我看到 好 所以你要加一分嗎 對 有 我給他 我把我的 他們有在記 他們有在記 這樣 對 好 從剛剛那個再來一次 所以現在換誰講 請迪克幫我們選 真的選一個 但董仔還是石頭呢 怎麼可能重複 對 對啊 剛剛那個指人 沒有在重複 對啊 這節目都不先聽 沒有在重複 這節目才15分了 現在5分中 要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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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換誰講 好 中了 他帶你中了 他中了 拿道具 他傻眼 我在這指人 我在追近度 你知道嗎 沒有 你在hold 你越hold越有種 對 你不要hold 好 那我們還是從他開始 那請問 請迪克告訴我們 等一下是 誰來講呢 誰來講呢 不要這樣 像石頭這樣 可以可以 你先把那個牌子拿下來 為什麼 我覺得他有點是 你是被迫的 對啊 有點像衰 好爆身原物沒有爆發 可是他接受 對啊 就跟我剛剛握手 我握了啊 蛤 石頭追上二隻 欸 不能這樣啊 好 那我們 我們再從他開始 請問 現在要換誰講 再來陷害啊 就是他說會這樣 迪克你再來 董子涵說 好 就是這是我聽我們同事說的 他就說他之前去 因為出班很累 住在外地 然後他跟他另外一個同事一起睡覺 然後他在轉遙控器的時候 不管他怎麼轉 他就是會 譬如說他轉了62台 他就又跳回33台 然後過一下子 他轉了62台 然後又跳回33台 然後因為他們其實出班已經很累了 他就想說好 因為很想看62 但是我那個同事 對 62波什麼 我那個同事 但是他說他其實是睡死的 他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是隔天他同事才 就是他的朋友才跟他說 他就說 那個朋友 他就直接對著空氣說 好 我現在也很累了 那我告訴你 剛剛62台真的很好看 如果呢 你要看的話 看完記得關電視 然後那個人他就滑手機 然後睡著 醒來之後電視是關著的 哇 好精彩 他真的 真的到簡單 又精彩 我中嗎 沒有 你沒有中啊 還好 你超 而且你秒殺 對 好 沐昕 幹嘛 剛剛算有拍手鼓掌嗎 對啊 有啊 是啊 我們剛剛有大概一起拍手 剛剛已經不講話了 不好意思 我們是不是要最後一張牌子 只給沐昕了 我們不是所有東西 都跟講話有關的 這個節目錄到第一次牌子 用一次用到不夠了 第一次人就摸摸鼻子算 該不會這個是什麼 好 我們還要聽他講完故事嗎 你中了 耶 我剛剛跟他說 你要不要摸摸鼻子算 他說 真的是 真的是 沒有牌子了 你好好會 沒有牌子 全民好朋友 最後 你好好配合 那個一定不會中了 這黃牌對不對 這還好 這不會中 這不會中 好 我們按時間聽完 最後一個還是不聽了 可以 好 最後一個 我跟尼克一樣 我是從小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對這件事情 本來就還好 對 但是我唯一一次 我相信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跟我 前女友 你說那一位嗎 對 那位 然後前女友 我跟她去跟我家人 外面有個眼神那樣 對 就是我跟她去 確定要講這個嗎 但是我的意思是 這 這我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她也知道 大嫂在看直播 對啦 但是我說她也知道 想說分享一下 請大嫂留意台字 對 就是 就是我跟她在那個沙灘上面 對 然後就是有一個不錯的過程 對 對 然後不錯的過程 對 我就先speak了 對 然後不錯的過程 對 對 因為在肯定啊 因為你們有在過嗎 我告訴你已經說不錯的過程了 他在爆料他自己在沙灘 好精采喔 野外 野外 我沒有在耍帥啦 趕快聽完 對 就是不錯的過程之後 然後我們想說好 就這樣子 然後但是 詭異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詭異的是我們晚上回飯店睡覺的時候 再來一次 再一個不錯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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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他已經付出我了 不是 鬼 還是鬼想家 沒有啦 這是鬼故事 真的 我當下真的嚇到啦 鬼居然說 沒有 鬼居然說你哪有缺力嗎 你哪有缺力嗎 不是 我跟你講我真的 鬼居然說你剛才還聽到什麼看 我當下 回大房間之後 我當下真的是笑不出來 對 因為我當下我們兩個在睡覺的時候 然後結果 那個我前女友突然醒了 他就說 喂喂喂 然後我就說幹嘛幹嘛 他說 你 你有流口水嗎 我說我沒有流口水啊 他就說 他為什麼我胸口撕一大片 哎呀 哇塞 然後我就 摸他一下他的那個T恤那邊 哇真的撕一大片 我說哇塞真的是 所以是遇到色鬼 對 應該是就是他可能 他驚訝就是量怎麼那麼大 下午一次晚上還那麼多 不是啊 對 他給你確認真的不是狗水號 對 但是我 不是狗水 對我當下真的是嚇到 然後我就說 嗯 嗯 好先睡覺 對我就完全不想要理這些 那你們有被壓嗎 沒有被壓 只是我當下就是心跳變很快 然後就是 叫他不要 有可能他自己流汗啊 沒有因為我們開始 他也沒有流汗 因為我們是吹很冷的冷氣 蛤 這這個蠻可怕的耶 這兩個人都睡得著 蠻傻眼的 我 隔很久我才睡著啊 然後早上起來就是沒事啊 要不睡著啊 對啊我也覺得很難睡著 但是我睡著了 嗯 就是跟鬼片一樣 就是要嚇到鬼 不然之後還是可以繼續睡覺 一模一樣 所以我覺得鬼片這件事情 真的都是真的 好太可怕了 不聊了不聊了不聊了 我們來公布一下 今天最笨的人到底是誰呢 沐昕 耶 沐昕總共獲得了7票 好在把這個保上去之前呢 再來跟大家提醒一下 八月份 一整個月份 都是這群人的月份對不對 是 好現在幫我們講一下 團長 好 8月1號暑假見面會呢 我們從中午12點就可以到西門町的紅樓集合 然後呢 我們1點的時候會開始 活動就會開始 這是我們這群人 目前應該是今年我們 唯一一場 唯一一場的見面會 我們希望當然之後可以巡迴啊 但是目前是唯一一場 沒錯 但是整個8月呢 我們會有密室逃脫 實境逃脫 鬼務實境逃脫 鬼務實境逃脫 然後會在西門町舉辦一整個月 它是需要事先購票的 所以一整個月大家都可以去 先上網購票 然後到現場去 後衛 後衛 對然後如果你去西門町 你可以去玩啊 看電影或幹嘛 有空的時候還是可以去這個地方 沒錯 然後去他這邊之前 一定要先看過群人短片 30號的群人短片 然後再去這邊 兩個結合在一起 很棒 那見面會要提醒大家 就是我們有發號碼牌 在11點45分的時候 你可以提早到 那越早到的 你拿到號碼牌就會越好 那位置也會比較好 對 所以到時候大家可以準時參加 群人的見面會 是的 好那最後呢我們就請木星 把這個最笨的 所以可以拆下來了對不對 我們可以看了 我們可以看了 好 那木星我們先站到這個 尋找 通往尋找音樂的道路來 然後你就要一個人把 其實拖掉走完這條路 天啊 沒有人會陪你 這個道路真的是很艱難耶 我們到時候是不是 他們觀眾真的會這樣啊 會 前面一開始 一開始 因為我們是觀錄音 所以我們真的會讓觀眾體驗 體驗一下蒙紅布挑的感覺 他們感覺不到觀錄音 好 那希望就是 你可以達到宣傳的效果 你邊走的時候 其實可以跟大家講一下說 八月是有見面會 還會有實境逃脫的 來 往前 往前走 往前 對 再來 還可以 向右一點 右邊一點 右右邊一點 那個大家八月一號 可以來西門紅了 我們有見面會 然後八月三號的 中間一點 中間一點 八月的最後 八月整個八月有我們的鬼屋 使勁 逃脫 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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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恐怖了啦 我可以開眼罩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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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人 你也沒人 你也沒人 好恐怖 這樣嗎 這個好厲害 這個好恐怖 大哥大在一起躲 這個好恐怖 真的好厲害 你有笑過嗎 你知道我知道我不見了 我之前怎麼變那麼黑 對 突然沒有聲明 然後我就覺得 旁邊有人在看我 沒有 沒事 然後我鋼筋腿軟 我走不動 你走著 你走進意志園 好可怕 這個好可怕 那太心機 以後不來了 好 完成到時候 班鈺浩記得趁他見面會 班鈺浩開始會有實境逃脫 謝謝群人 謝謝 謝謝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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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